所以你要放下个体 先符合大家 所以各位你要跟人家合得来 千万不要孤僻 千万不要个人化 民主化 这种对立化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 因为有这么多的民主各种的习惯 那你要去跟它融合在一起 这才叫修行 你要故意的 所以你一天要做黑人 你要像那个样子 一天要做墨西格人 一天要做华人 你要练习 像我刚出家 我师父教我做21天的女人 你做做看 你不能说我是 因为我做男人习惯了 我师父说你先做21天的女人 那我师父问我说你结过婚 我说是啊 女人什么上厕所你知道吗 知道所以你要用那个知识 你要这样 我们现在是这样对不对 你要让自己这样 你要把他啪 然后你才会变成这样 你要强迫你自己这样 然后你才会变成这样 快的人要慢 慢的人要快 讲话大声的要变小声 讲话小声的要变大声 你要调整自己 谁能够调整你 那就是教练 所以各位一定要找到最好的教练 那这个教练你愿意听他的 我们把这个教练叫心灵导师 他用他的心灵来训练 那问题是你愿不愿意 一直要奉行 如果你愿意 你就可以调过来 这个叫改变 改变 那我们改变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就成为佛陀 就是这样 所以叫 你讲佛佛道同 成了佛了就没有分别了 大家都正的空性 只是因为显现的外表不一样 显现观音菩萨 显现文书菩萨 显现普贤菩萨 事实上 这些菩萨都成佛的 只是他需要做什么显现 他就做什么显现 来利益众生 但是为了要达到这种 任运自如 就像一个演戏的人 今天做皇帝 明天做乞丐 今天演男人 明天演女人 后天演homo 随便你演 但要演得很像 那如果你有个性 这个叫我职 那你就演不出来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各位要修行 不能在家里自己看经典 光打坐 那谁找你麻烦 所以 所以那你要去一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跟人家配合强迫 所以各位不要一直在华人团体修行 记住我这句话 你是华人你要跑去跟白人一起修行 你要跑去跟黑人修行 你要跑去跟缅甸人修行 从这里面去找到一个相对的绝对的真理 就是说共同要追求的 所以菩萨你要发菩提心做菩萨 各位要去接触众生 接触不一样的境界 猪 猫 狗 你都要跟他融为体 做一天的猫 做一天的蟑螂 做一天的狗 就是要超越自己的方法 不然的话有些人太洁癖 知道吧 洁癖 然后他就你不要惹他 他会发飙的 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这个人的个性是这样 那就很难搞的 他吃饭一个样子 他穿衣服一个样子 他这个很难搞的 所以各位 你在习性上 要个性上要改变 那你就要接受别人给你的训练 因为你自己做不到 你自己做不到的 那你做不到 那你要试着 透过别人来改变你自己 那这些改变做到了 这些行为改变 进一步你进入思想 那没问题 所以很多人 当然我在很多 跑来跑去 很多居士很会看佛经 你讲的他都懂 他都懂 他还可以跟你讲 哪里对哪里错 但是我发觉他就是 还有他的个性 他虽然懂道理 但是并没有用在他 转变个性上面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道理拿去用 就像一个经济学家 跟一个赚钱的董事长 那是两种人 不是 所以我想 像我在这边讲 那是我的事 跟你不见得有关系 但是你愿意把听到的道理 用在你身上 那有道理 就像我们看电视上 很多人在学Michael Jackson 唱歌跳舞 又这个样子 要学得像一点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 把你自己改变了 哪一天你会创造出 你自己的样子 风格 但是你要先改变 因为我们已经百千万节 习惯这个模式 这个叫刚强难辅 了解吗 所以我师父三十二岁出家 他就拿了一个很长的 很硬的棍子 跪在我师公真华长老面前 然后真华长老 你也是河南同乡 然后愿师父收我做土地 我们老子上 那时候我师父又把棍子 交给我师公 他说 师父 你跟我讲没有用 要用打的才有用 因为我三十二岁 讲不听 要用打的 然后我师公说 好 明天你去找仁俊长老报到 如果三年之内 你离开他一步 永远不要回来找我 人俊长老很严的 他不是用棍子打 他是这样 我师父是被打出来的 所以我师父说 我没有用过闹钟 有一天他负责要起来去 开大殿的门 他迟到了几秒钟 人俊长老就站在那边等他 从那一天开始他说 不用闹钟 我自己醒过来 不然会被打 这个叫打出来的 他永远记着 依靠闹钟的人永远没办法 人有生理死终 那些心灵的力量 你要修到这样 我要三点起床 你就会三点起床 我要五点起床 你就会五点起床 你要有这种心灵的 指挥你的肉体的力量 再不然 你要有护法帮助你 就是说 虽然你力量不够 但是你有发这个心 护法就会把你morning call 你明明五点要起床 为什么六点起床 护法知道塞车 挤也没有用 要多睡一个钟头 那你就会有感应 以后你就说 那我只要保持 该我做好的就好 但是你不这样过来 那不行 所以佛教的教育 叫本师释迦牟尼佛 代表老师跟学生的教育 所以各位一定要这样 修 就是说 你要有面对痛苦的 面对 你要去侍奉一个老和尚 你要去侍奉一个师父 对你也很苦的 很苦的 有时候 我们跪在那边端个茶 然后师父就开始开始了 他不用看手表了 他不知道我跪在地上的 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我们在那边已经发动了 因为师父没叫我做 对不对 一般我师父说做 我们就敢做 他不叫我做 他就宁可在我这边跪 然后他就一直讲 讲了一个多钟头 他就知道 这下你记过来了 好吧 你做吧 因为他今天要讲的是重点 你不跪着 你永远记不起来 我想 所以 我最大的福报 我这样讲 就因为我碰到这些 如佛菩萨的师父 然后呢 盯得紧紧的 好几个盯得紧紧的 那盯得紧紧的 我的皈依师父 法证老法师 今天会不会下雨去哪里 他都是带雨伞 带带带 你就带就好了 自然碰到下雨 因为这些老儿上都很厉害的 我现在碰到的最年轻的 大宝法王 那不用讲 他一看就看到你在想什么 你的过去未来的 他都知道 都给你算好了 你也不用跟他讲太多 这个世界真的有 这种人 念一下 有道 有得道 在阿罕经这句话 真的有这个道理 而且有人真的正的这个道 那你如果能够碰到 那是你素式的福报 因为你碰到了 你就真的是有道 有得道 我在缅甸有几个法师 还有我们在印度 有几位老格西 我讲中文 他讲藏文 不用翻译的 不用翻译的 反而他讲藏文 我要找别人翻译 我听不懂 但我讲中文 他听得懂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修到禅定 他不是听你的文字的 他是观察你的心 所以他知道你在讲什么 然后他马上就回答你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哇 哇 真的有得道 所以真理可以超越语言文字 所以你就相信佛陀了 佛陀对一百万个国家的人讲话 每个人的语文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觉得 佛陀在针对他讲 用他的语文在跟他讲话 因为佛陀是用心说法 不是用文字 所以达摩祖师说什么 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他怕你执着文字 你执着文字 那你就没有办法看到法的真理 那各位 所以我刚刚讲 你在美国一定要以心传心 不管碰到任何民族的 不分宗教 你经过这个医院 经过这个教堂 你马上要转法轮 你要马上把你的心法 祝福他们 祈愿他们 所以我们佛教说 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要成佛要经过三大阿生奇节 这个讲的三个阶段 这是菩萨发心的第一个阶段 叫祈愿行 就是你每天要这样发心 愿这个灯变佛光 愿这个人健康快乐这样来成佛 你要一直这样想 愿医院的老人 愿学生 愿开车的人 愿交通警察 愿黑人 你要一直练习 因为你要练习 一大声 奇节代表 你生起悲心了 因为你希望他们好 如果你这个 你不愿意去发愿 那你足了再多的经典 对你来讲都是意义不大 因为用不到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 每一个境界你都要祈愿 我刚刚一开始去洗手间 那洗手间我们要祈愿 洗手间里面有 有这个可怜的大英鬼 小英鬼 所以你要布施给他 而且呢 布施给他又给他转为甘露 然后不是光这个厕所 是所有厕所的大小英鬼 都得到我们所做的功德 而离苦而往生进度 你上一个洗手间你都要祈愿 洗脸 洗手 所以各位如果你愿意 你还是要背一些 如果你不背也没关系 至少一个阿弥陀佛 喝个水拿起来 当愿众生都有水 阿弥陀佛你要祈愿 当愿阿弥陀佛加持众生 得甘露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就是说你要加入一个念头 念头是你的祈愿 加上一个佛的加持 或观音菩萨的加持 或是一个 欧瓦西波罗摩尼说 水里面所有的众生都离苦生天 那你要有一个念头 所以佛教里面叫善业 恶业 无忌业 所以说你每个时间都在造业 但是你千万不能造恶业 而且你也不能没有念头 叫无忌业 对不对 你一定要敬业 就是说我希望我这个水 这个东西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 那你要把你的每个念头摆好 当然我这样讲各位不是打坐 不是打坐 但是打坐是一个很好的祝愿 而是在你的每一个时间 不能够离开这个正念 那站在我们大乘佛教的正念是什么 念下来 不离立他的菩提心 无我的菩提心 这个利他就是无我 你有我就不能利他 所以各位你做什么事情 不要想到自己 你要想到对方 对方需要什么 对方需要什么 虽然你现在肚子饿得要死 那你要想他最重要 先把自己的给对方 你把自己给对方 事实上等一下有好几倍 等下给你喝 因为你有一个利他的思想 所以做医生的人 做老师的人 卖面的人 开计算车的人 不管你在什么阶段 那你都要保持这个 祈愿利他的心 无我 不要一直想到自己 比如说像各位开车 开车 赶快要找一个位置 对不对 结果 一个位置 结果对面有一部车 你也这一部车 那如果你是佛教徒保持真念怎么办 故意当作你不是要停车 先给你吧 那时候想说 哇 那可能我要等20分钟没位置 当你有这个念头以后 后面跑出两部车 你选吧 看你要选哪一个位置 比那个还大 那你就说 这个是感应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硬要真那个位置 你可能会真到 结果开车不小心去插到身体来 车子坏掉 为什么 因为你去抢人 所以这个修行就是佛魔之真 就是说佛就是你立他的 魔就是你自私的 我赶快 我们华人更厉害 老婆赶快下车 站那个位置 站着站着 对不对 免得被抢了 亦数则不达 等你们车子停好了 走到楼梯不小心跌倒 弄了老半天还是迟到 因为你有一个私心 所以我刚刚讲的 立他的菩提心 或无我的菩提心 你要立他 必须先无我 不但无我 只想到众生 我一定要让所有众生离开痛苦 所以我要成佛 这个叫菩提心 那为了要成佛 那我要舍弃自我来精进 来累积这种成佛的质量 念一下 福德质量 智慧之量 这两个各一百分 你才会成佛 因为今天下午 我们去宝华寺 那边可以拔杯 我就教他们拔杯 我是拔杯高手 你不要说我迷信 跟佛菩萨 直接沟通最好的方法 你会觉得佛是存在 只是你眼睛看不见而已 佛没有死亡 观音菩萨没有死亡 他摆在那边是给你一个祝愿 我真的坐在这边你都没看见 你要有这个信心 然后跟他沟通 所以你要很虔诚 而且沟通不能一个主观观念说 我要嫁给这个老公观音菩萨 你要让我有杯 那你就不用沟通了 沟通是观音菩萨我授权给你 你叫我不要嫁给他我就OK 你叫我嫁给他也OK 虽然他这么丑 我已经授权给你 你要有这个准备你才去拔杯 如果试试看不行我就不要拔 一次的怀疑 每次你都会怀疑那你就完了 所以各位要这样 一个老二上告诉我 你要宝贝 你要问 你就要完全的实践 不然你不要问 如果你问了答案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不去做 你永远宝贝都不准 因为佛菩萨不会跟你在谈这个事情 因为你不相信他 所以我讲的宝贝是很严肃 我们以前的宝贝都会发动 这个答案一翻两顿眼 这下怎么办 但是你要把 这个是一种练习自己授权给佛陀的方法 授权给观音菩萨 那你越相信观音菩萨越敬畏他 他一定很慎重的给你一个最好的 对你最帮助 那你要这样去问 所以我刚刚讲了 各位 我麻烦各位有时间去宝贝 请问你的福德之良 佛陀是一百分 你几分 请问你的智慧之良 佛陀一百分 你几分 及格没有 你找到你的答案了 然后你说 那我一定要精进 最好你再宝贝 佛啊 我这辈子死了 会下地狱吗 还是做恶鬼 什么 因为但是这一点你要有信心 佛陀也好 像我是属恋猪 我们用恋猪属 或是用恋猪赚 也可以问事情 但重点是 你要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 就是说你要相信 那是佛的引导 因为你有个正念 你不是一个迷信 那你要跟佛怎么沟通都没关系 甚至我们以前老儿上都是用做梦的方法 什么叫做梦 我们这个寺庙要拆 要盖 这个可不可以 然后他就会跪在佛前 佛在梦中跟我说 这七天之内 如果我做到好的梦 代表说这个事情该做 如果我这七天做到不好的梦 那我这个事情要重新考虑 老佛少在用这个 老和尚用这个样子 然后这样去观察梦境 甚至有些人会打坐 已经打坐到可以观 湖底 那个湖 从湖里面去观 看到瑞相 哇 这个事情是对的 这个事情判断是对的 你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 但是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跟佛菩萨沟通 要知道吗 这是你自己的 而不是透过别人 透过别人搞不好你给他骗 因为你要练习自己的这种 直接面对佛陀 为什么 佛本来就存在 只是我们没有这个佛眼就看到 对不对 那你提醒佛陀 佛陀一定下来 只是你愿意虔诚 那我先念念一千次 地藏王菩萨 我送完一部地藏经 那我做忏悔 然后我来请求地藏王菩萨加持 那可以 我念二十一遍 观音菩萨的名号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年般 观世音菩萨摩合沙 玄奘法师这一套 玄奘法师叫观音卦 他每一个动作他要提醒观音菩萨加 因为什么 因为他取经回来是为众生不是为他自己 他要到最适当的点 怎么去走 那这一点如果 这个很重要 念一下 信仰的力量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信仰的力量 你每天跟佛菩萨在一起 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 很多老人家有这个力量 你跟这个老菩萨说 老菩萨 我带你去哪里哪里 等一下 拔杯 台湾的老比丘尼亚 我去问一下 OK 可以 观音菩萨说 OK 那他就 很有信心 死了他都甘心 因为古时候的祖师大德也是 这个人要找他出家 NO 我帮你免归 请示佛菩萨 你可不可以 不是我说可以的 对 他依教风行 而且他帮你免归不是找他出家 他就会问 你跟谁出家适合 因为你想出家是对的 但是不见得我跟你有缘 谁是教育你最好的方法 他们有这个信仰的力量 那这样以后呢 这个是现今社会比较缺的 为什么现在佛教这么流行 佛教知识这么流行 但是有信仰力的 有薄弱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力量不够 用知识来看待一切 不然各位就要有很有福报 就是说 你碰到像我一样 我真的碰到善知识 我这些善知识很多还活着 他们随时可以给我一个 当我在十字路口的时候 我透过别人打个电话 我都不好意思打电话 他们马上给我一个答案 我马上OK 我都依教风行了 我不会改变 那对我帮助很大 不然就是各位 你要在佛菩萨面前 很虔诚的这样做 所以我看到宝华师 又拔杯又拔杯 我这次还学到了 我们在台湾 一拔分得好开 还要去捡很麻烦 他们两个绑了一条线 又不会分开 他们两个杯中间穿个洞 一条红线都在面前 就拿起来 也不会乱跳 我们跳到床下 还爬进去找那个杯 他们各有奇妙的方法 听说马来西亚更厉害 线绑了还一个竹子 啪啦啪啦 连跳都不会跳 对不对 杯都不会跑 但是这个看起来很迷信 但是这个事实上不是 虔诚的心 你就可以知道 佛菩萨要说什么 所以你在做宝贝也好 算念珠也好 打挂也好 你要很虔诚 你很虔诚 把自己交给佛菩萨 提醒佛菩萨 那个准确度 你自己都会怕 为什么 因为佛菩萨也好讲 对不对 然后你一定要依教奉行 所以你会很慎重 当然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宝贝才这么慎重 各位在念佛诵经 做任何一个点灯 这一点我佩服藏传佛教 我这个人并不是属于藏传佛教 我只是觉得 他们在点一个灯的时候 还要念老半天 要擦干净 弄了老半天 然后才点一个灯 然后嘴巴要呜呜呜起来这样 那我只是看到他们 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慎重 像我们在写牌位都很简单 我们写牌位就是这样 写一张就算了 那我跟几个老法师在写牌位 他们还要贴三块布 为什么 给他衣服穿 三块布贴在这边 然后加一个竹子 我说老大上为什么要用竹子 竹子的鬼魂就可以来住在里面 要用竹子贴着 加三块布 让他们有衣服 然后再给他插在那边 因为他们这个传承就是 他绝对相信 这个牌位 就是可以让一个 如果他有受苦 他就可以得到衣服 得到竹子的安住 对不对 然后竹子是观音菩萨的代表 这叫子竹林 然后我们在给他写牌位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 然后他们还会观 到底有没有来 这个一写在念的时候 有没有来 有来有来得像 没有来也没来得像 有来了 他当作真的 给他归 忏悔 洗澡 灌顶 说法 这样 说完法以后 愿他去极乐世界 然后就送他去 这样 对他来讲是一张纸 但是问题是 他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现象 就像一个友情 一个人在他面前 他给他忏悔 进化 改变他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 各位 当你在读心经的时候 不要光读给自己听 站在大乘佛教 不能为自己 不能说我读心经 心就比较清静一点 当我在念心经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再加上你对心经的了解 有了看到真相的智慧 这叫波罗密 你就可以脱离 轮回 痛苦 圆满一切 心 它是一个精髓 佛所所讲的精髓 叫心经 那你要 你念的时候 要很认真 而且这个念很认真的时候 不是念给你自己听 为什么 地狱道 恶鬼道 出生道 这个叫 不离众生的 无我的悲心 而且为了你们 我已经发愿要成佛了 所以我现在来为你们 念心经 波罗波罗密多心经 你会很认真 你有一个对境 各位一定要练习好 因为我一直跟马老板说 以后我不在 你负责拿麦克风 我不行 我说世界没有不行的 你要练习 每个人都要练习 敢开车的人 就已经要负担众生的生死了 我到现在还不敢开车 你载着别人 他生死在你手上 前面后面的车子都在你手上 对不对 你一弄到后面 就一大罪撞死了 你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开车要很专注 对不对 你生死 所以我有时候常开玩笑 我这个人真痛苦 每次他们帮我开车开那么快 我真的是在亡命 我又不会开车 但是我在想 我是为了弘法 没关系啦 亡命吧 因为我有一次在大陆 他们把我开到两百 还有一次在 去北京网上面 河北开到一百万 我真的只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有别的好想 要死也要死好看一点 对不对 你给他讲说 慢一点他就快一点 师父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全身细胞都掉了这样 然后就准备一条最好的炼珠 等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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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为了你三天不上半天 今天才第一天 哇 后面还两天 所以我就把最好的炼珠送给他 心里给他讲 再见 然后就搞成了 住持 明天要叫他载我 我就不去你寺庙弘法 师父 那个大老板 为你三天不上班 我说要我命 所以对我来讲 生死都在当下 每天都是如此 但是所以我会很认真 哎呀 这个不能开玩笑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你要把那个情境拉回来 所以我现在在念心经 所以这个跟生死有关系 跟他的生死有关系 我常讲一个比喻 有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些徒弟 在荒郊野外修行 结果当时候的盗匪打结 杀人放火 结果呢 杀人放火 抢不到什么东西 抢到寺庙来了 抢到寺庙来的时候 他们在底下城杀的时候 所有的出家人就往二楼跑 老和尚在二楼 跑到二楼以后 抢不到东西 他们就开始放火了 那个时候大家就慌了 老和尚就马上想 来 念一下 大转法轮 就说 坐下来 不用跑 因为闻死的还跑 赶快坐下来 一心跟我念经 就开始巴拉巴巴巴开始念了 结果火就烧到所有的出家人 通通烧死 但是因为老和尚射受他们 老和尚念得很大声 大家只好跟着一起念念念 全部死了 升天的升天 不然就随着老和尚往生净土 没有一个堕落的道 我比喻这个 念经要这样念 火焰化红莲 因为我们在念经就关心着 地狱道的苦 畜生道的苦 他们现在正在被扒皮 正在被放血 被切 所以你要念经 所以我很期望各位去屠宰场念经 你看到那个牛 慢慢在被杀剥 你念不下去的 但是你一定要念 因为你不念 因为你救不了他的 没办法 你救得了前面一只 后面还是在杀 你没有这么多钱 他每天要杀多少 但是你不能停 你就一直这样念 所以我们什么叫菩提心呢 就是片刻不离大悲心 片刻不离众生苦的大悲心 这是一个基本 所以要这样去感受到众生苦 所以我现在要念佛 我现在为他们诵经 给大悲咒 千万不要把佛法当作按摩 心灵按摩 现在心情不好 打坐 打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 那这样你太逍遥了 逍遥法外 在法之外 你这个佛法 我们听到了 刚刚讲了 一手拉了众生苦 一手踏在地狱 一脚踏在天堂 因为我们是那个中间媒介者 我们必须把极乐世界 踏在净土的力量 透过你去帮助他 所以这个叫菩萨 菩萨就是一个 譬如说一个现场火灾 你跑出来了 但你跑到门口才发觉 你的妈妈小孩都在里面 你不能跑 你只能再走回去 你可以逃离现场 但是妈妈小孩在里面 这个就是菩萨的心态 你必须要关心了他们的苦 但是你心里必须安住在 佛的空性无我 然后去救苦救难 所以我今天这么说 什么叫菩萨 把自己永恒的生命 奉献给众生 供养给佛陀 这个叫发菩提心 当然我们可能现在做不到 但是各位要祈愿 从心里这么做 你现在叫你挖眼睛不敢挖 但是我希望各位 有时候坐在那边 挖眼睛OK 挖眼睛OK 这样 你要一直想 这个叫观想 因为你执着你的肉体 执着太久了 你执着你的地位 执着你的家庭 执着你的爱情太久了 所以那你很爱你老公 然后你没有他不行 那这样对你不好 你要开始观想 我的老公送给小三 小四 小五 他们晚上跟他睡觉 OK 想的就好 但是想久以后 奇怪 你那个念头执着就不见了 为什么 这个叫对峙法 你必须用法来对峙 不然你被卡死了 卡死了这个 刚强难辅的这种执着 那你改变不了 现在活生生 你就改变不了了 哪一天生病要走 改变得了吗 改变不了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点都不困难 这个叫他力 阿弥陀佛的大力量 百分之一百 为什么很多人去不了 放不下 没有练习 所以各位要念死 什么叫念死 每天晚上睡觉 就要躺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死了 你要放下 那你才会开智慧 为什么 因为你放下会看得更远 你一直执着那个事情 你去处理会越处理越复杂 越处理越没效率 你必须客观来处理 一个将死之人 讲话都是真的 所以 为什么没智慧 因为你执着所以没智慧 为什么开智慧 因为你放下所以开智慧 看得远 所以各位要练习 放下最好的方法 就是念佛 念法 念身 那你要让自己念心经 念普门品 念大悲咒 念阿弥陀佛 都可以 那你要进入那个境界 叫三昧 就是很专心 至少每天 二十分钟很专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在这个科技时代 我们没办法七天很专心 但是至少每天 十分钟很专心 对不对 阿弥陀佛 就像我昨天带各位念 阿弥陀佛 观想他们脱离六道 再念阿弥陀佛 观想他们去极乐世界 各位每天都要练习 然后为了要让他们去 消灾严寿 所以我为他们念了药师佛 点了灯 做了一些善业功德 最大的功德 来 随喜功德 所以各位现在网路要打开 哪个地方在半放生 在预佛 你都要看到那个相片 现在非常好 相片都有 甚至还有即时的 就像我们这样直播的 对不对 直播的 所以我经常播泰国人 在诵经 缅甸人在诵经 他们在梯渡 绕大金塔 所以我每个地方都故意去 因为我去了以后 我会把那个景象 永远放在我心里 我现在就在绕大金塔 我现在就在菩提凯亚 我现在就在参加这个大法会 我现在就在参加这个粮黄宝灿 然后我融入在这个功德海里面 让自己习惯 然后我这个功德呢 我边这样融入 因为这边需要我 我们变成一个吸血管 这个人缺血 我们去捐血过来 透过自己把血输给对方 自己不留半滴 对不对 我们叫空性 念一下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这个叫归三宝 念一下念佛 念法 念身 念佛就是菩提心 完全得到佛的功德 念法就是无我的空性 你空 你才可以把佛人的力量 念身 大悲心 去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世界 只要有一个友情 生起这个心 哪怕一刹那 虽然你下一课可能发飙了 但至少这十分钟 这一分钟你很专心 你就把这个水龙口给打开了 你就把这个甘露布死了 如果你一天可以变成十分钟 变成二十分钟 这个很重要 所以很多居士很慈悲 在做早晚课 非常好 你做什么内容都没关系 但这个早晚课就是你利益众生 接触佛陀最重要的时刻 再值不再量 并不是说我念阿弥陀佛念十万声 功德大 你还不如念七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这样 很认真 那我想你做什么修行都没关系 但是你要记得说 我这个媒介点太重要了 太重要 佛的圆满的力量是百分之一百 要不失给众生的 只要众生愿意 他就得到佛的力量 地狱 只要听到一句阿弥陀佛 整个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 相不相信 真的喔 以前有一个国王 他爸爸死了 然后呢下地狱 这个下地狱 然后这个国王不知道 那有一位出家人 有一个出家人 他知道这个国王的爸爸下地狱 然后现在这个国王 还在造恶业 他在造恶业 他将来也会下地狱 然后他就要利用这个 这个新的国王要下地狱那一刻 懂得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但可以超度他自己 也可以超度他死掉的前任的国王 他就利用那一刻 然后他好像那个 新的国王在洗澡的时候 这个出家人 他就去穿新的国王的衣服 然后呢 跑去这个国王 哇 你是哪里偷穿我的衣服 然后呢 利用那一刻 他就要拿刀子要去杀他 意思是说 这个国王快下去的时候 他教他念阿弥陀佛 那这个国王虽然下了地狱 他把那个佛号带到地狱 然后呢地狱一起的友情 通通超度 包括他的爸爸 不知道是比丘的爸爸 还是国王的爸爸 好像是比丘的爸爸 所以意思是说 一个阿弥陀佛 一个大悲咒 一个阿弥陀佛的声音 如果能够到第一二轨道 他们马上就离苦 但是这个道 只用心就可以 你用心去观想 所以念一下来 悲心到哪里 功德就到哪里 念头到哪里 力量就到哪里 所以各位这个叫观修 很重要 那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要 要时时能够 虽然没办法24小时 保持这个正念 甚至做梦的时候 没办法保持正念 如果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 都还在利益众生 这个代表你已经断烦恼了 因为你的做梦都在 都在保持正念 代表你没有烦恼 没有这些不好的意识种子 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 至少我们不要让他 做噩梦就赶快醒过来 然后呢还是要保持正念 但是这个还是那句话 道理我们都懂 但是各位好好练习 就是时常修行 保持正念 哪怕五分钟 哪怕十分钟 对我来讲 坐车 坐飞机 我最喜欢 因为我就可以乖乖 没有手机 我也不喜欢打瞌睡 给我十个钟头 给我五个钟头 我就可以把整部地藏经 变成一个真实的情境 观修一次 然后呢 让地藏王菩萨 真实在利益众生 让所有众生 真实在参加 涛利天的地藏法会 因为我用念头 在修行 但是我们有剧本 没有问题 你有经典 也意思说 经典是文字佛陀 但是要透过这个经典 我们要观照般若 你要观成它是真实的 真实的情境 然后这个真实的情境 就会变成实相般若 变成真理 所以我们叫 由文字般若 变成观照般若 而成为实相般若 那你的极乐世界来讲 当下就变成真的 那你要活在这种情况 然后你活在这个情况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 把这个情境 融入在前面的黑人 前面的空中小姐 后面在打瞌睡的 你都融入给她 因为没有单独的存在 凡事一切都互相影响 所以你的念头 会影响整个世界 但是各位 你被我影响了 但是我希望 你这个念头 这个情境 永远带着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 别人看到你就看到了 大雄宝殿 看到了佛陀的心 看到一个宝塔 但是无论如何 每个人的心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点非常强 不管你要用哪一个 用阿弥陀佛 用噶玛玛千诺 刚刚录音带在帮 喇玛千诺 喇玛千诺 这个喇玛就是 师父 你完全了解我的心 你会让我安定 你能够让我依靠 你能够让我解脱 这个叫喇玛千诺 叫见知 你完全了解我的心 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可以 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点 在最危急 最无助的时候 你相信的 抓得住的 那天主教有他的点 基督教有他的点 都可以 那我们佛教徒呢 更要把他们的点 加入你的功德 你是念天主的 你念阿拉的 你念圣母玛利亚 都没关系 因为那都是个代名词 为什么 圣母玛利亚就是妈祖 妈祖就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是佛 反正就是一样 那你要去转化他们的念头 他们抓住那个点 但是你要透过这个点 把你的功德 布施给对方 那各位 他们在念圣母玛利亚 你耶稣基督 就得到你念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 虽然像不一样 但是空性是平等的 但是如果你有分别性就不行 我念阿弥陀佛多好 他还在念那个不行 那你有分别性 对你不好 所以 就像你看到一个人在吃肉 你也不要排斥他 这个人在吃肉 你观想他变成文殊菩萨 你念 他嘴巴吃到的肉都超度 你让这个人变完文殊菩萨 让那个肉被超度 这个在佛教里面念一下 清净观 这个记住 你千万不要说 我在吃肉 我在吃肉 人家吃肉造小业 你这个坏心造恶业 因为你分别性很强 所以清净观世叫转念 整个大生活叫转念 所以这个人 这个人拿着刀子要砍死对方 那你要把他关一下 这个人拿的是文殊菩萨的智慧剑 砍死那个人的无名烦恼 这样 你要转化 转化 这个人也得度 那个被杀的也超度 知道吗 那这个是处理事情的方法 而不是说 那我赶快叫警察把这个人抓走 那你用世间的法 去修行的时候 你心里永远在对对错错 那不行 对方的错误 对方的黑暗 变成你的对 转对方的烦恼 成为你修行的菩提 可以 因为你无畏 然后你马上转化它 如果你这样想 本来你有那个业就超越 因为你已经承受完了 用自己的生命 观修 去替众生苦 这是呢 快速消我之 因为你替对方受苦 就把你的自我保护消除掉 叫消我之 你愿意去承担 就是一种大悲心 所以这样是 快速成佛的方法 所以你不要去赞叹佛陀 因为佛陀说 我做得到 你也做得到 但是佛陀用真实的生命去做 但是佛陀说 你用你的心去观想就可以了 你去接受 那这样你就在调心 改变 而不要说 我要去防别人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要怎么跟人家斗 跟人家争 那你这个心态会让你堕落伤恶道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法师红法行程 2月14号星期三 华言菩萨圣诞 念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持摘处罪七千节 下午2点 台北生命道场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2月16号大年初一星期五 弥勒菩萨圣诞 念定光如来 持摘处罪四十节 佛陀神变节 1月1号至1月14号 神变月等持如来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百万兆备 上午9点 新殿大名讲堂 庆祝弥勒菩萨圣诞 新春开示 持供养祭护生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2月18号大年初三星期日 佛陀神变节 1月1号至1月14号 神变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万兆备 上午8点半 板桥碑院讲堂 供佛大斋天法会 联络电话 02-2951-0355 2月20号大年初五星期二 佛陀神变节 1月1号至1月14号 神变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万兆备 上午10点树林菩提讲堂 心灵讲座 点万灯 供万水 祭护生法会 联络电话 02-2688-5088 敬邀十方大德 勇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祈愿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佛日增辉 生命殿式板桥碑院讲堂 举办供佛大斋天法会 供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2月18号星期日 大年初三上午8点半 地点板桥碑院讲堂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二段581号 点到电话 02-2951-0355 02-2951-0355 上午7点半 于捷运江紫翠三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台 举办2018年最新不丹旅游行程 恭请海涛法师领众 日期 107年5月14号星期一 至107年5月29号星期二 共16日 行程安排 走访喜马拉雅山脉中 雷龙的故乡 体验不丹的单纯与非凡 独特 古老 清静纯洁的稀有国度 参访莲花生大使 农亲八孙者 被马林八福障师 所留下的销行圣基 和众多神圣的神圣 和众多神圣的寺庙 到林花生大使闭关的山洞朝圣 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等待您来亲自体会哦 详细行程请洽台北生命道场 电话 电话02-2550-9900 02-2550-9900 传真 02-2558-6600 02-2558-6600 师父 来自于老旺的这个 孙传这个师兄 老人家已经往生了 现在有什么 善事好事 我可以为老人家做 虽然他们往生 我想 孝顺祖先或父母 是最大的福报 所以如何让往生的祖先 能够超度 没有痛苦 这是做儿子最大的福报 至于怎么做呢 首先 你要守戒律 我们叫披麻待孝 披麻待孝就是做出家人的意思 吃素啊 不化妆啊 不生气啊 甚至困操球啊 故意不睡大床 我们讲了 守八万才尽 第二个 用老人家的名字 往生者 去放生啊 布施啊 做佛像啊 印经啊 功德回向给他 所以你自己守戒律 是最大的功德 又用老人家的名字 去布施再回向给他 如果能够在念经 那更好 这样 还有一个很快的方法 就是在佛前点四十九盏灯 未刚往生的人 他也很容易超度 但是很重要的 他往生这四十九天 最好不要喝酒吃肉 不然会造成他很痛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